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处 长长的队伍随处可见 那里的移民在官方边界排队以合法进入美国 他们往往寻求政治避难 如果他们依法行事 也许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收容 根据2016年政府统计的数据 非法穿越边境 并且要求收容的人 往往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如愿以偿 非法从墨西哥前来的塞尔伊欧是一个幸运儿 我1992年来到美国 因为墨西哥工作机会不多 在特朗普政府严格的执法程序下 塞尔伊欧因去年5月酗酒遭逮捕 而被看作驱逐出境的目标 他被关押在洛杉矶附近的监狱 他说一名警卫在他9个月 拘留期之初时侮辱了他 他说你是一个囚犯 我说不 我不是囚犯 我是因为移民而被拘留的 我没有犯过任何罪 塞尔伊欧表示 自此他和警卫的关系就恶化了 他的律师为天主教慈善机构 埃斯佩兰萨移民权利项目工作 这是天主教慈善会的一个项目 旨在为患有精神疾病的移民申请政治避难 他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塞尔伊欧 递交了庇护申请 他在拘留期间接受过一些治疗 但是很显然这些治疗是不够的 你知道他在被释放前一个月试图自杀 所以我认为这表明他的药物治疗还不够 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得到快速护理 法官也认为如果塞尔伊欧回到墨西哥 他不能达到足够的照料 他在2月份成功得到了收容 塞尔伊欧获得庇护的时间相对而言较快 但是美国官方认为 由于越来越多人请求避难 这个体系速度正在减缓 案子解决了 塞尔伊欧感到轻松许多 但是他还在等签证 虽然住房免费 但是临时住房 他已经准备好开始生活的新篇章 美国之音 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